寶島臺灣的影像拍成電影 是不是真的很美呢 最近即將登場的 藝術之戰影展 精選了四部貼身記錄 當代藝術家的影片 其中入圍二零一四年 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 小可愛與拳擊手 記錄了日本知名前衛藝術家 跟他的妻子 另類的藝術情愛 最特別的是 藝術家今年已經八十二歲了 他用拳擊的方式來作畫 也就是他會戴上拳擊手套 然後擊打在畫布上 非常精彩 這是日本前衛藝術家 小圓有斯男 最擅長創作的拳擊畫 今年八十二歲的他 還以這麼耗費挺力的方式作畫 小圓有斯男和妻子乃李子 同樣都是藝術家 有斯男六零年代以拳擊作畫 驚艷一談 而妻子乃李子六十歲後 自創插畫人物小可愛 紀錄夫妻倆的生活點滴 我最初的可愛是 從事人生的生活 如果你是壞了 那是為了我和你 我需要你 紀錄片以繽紛的色彩 入圍2014年 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帶你進入這對藝術夫妻的 創作生活 藝術之戰影展精選四部紀錄片 其中包括2012年拍攝完成的 反安保藝術之戰 進入日本現代史上 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 引起新安保条約 卻獨立 這間十五分 一九六零年代 日本政府強行通過 日美安保條約 引起社會反彈 當地藝術家群起參與奮鬥 將悲憤呈現在畫作 照片 舞台劇等作品當中 和五十六分 《木材秘製作》 涵電影創作 《木材秘製自製作》 《木材秘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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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導演派下進五十年前的日本反安保社會運動反思現今的民主價值 藝術之戰影展五月底登場 帶你看見藝術家走入人群 向社會發聲的力量